借杀放生,福报自治 庄老先生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是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社区里的人都非常羡慕 他能有这样的好身体 你看,那位老先生又来这里运动了 你说庄老先生啊,他每天都会来运动的 你看,他的身体多么硬朗啊 是啊,瞧他走路的样子 一点也不像是上了年纪的人 庄老先生,您又来运动啊 是啊,早上空气好 出来运动一下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老先生,您的身体可真是没话说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老了 啊,看不出来您有八十三了 您看起来还不到七十岁呢 是啊,您这么大年纪了 可是身体还这么好 真是令人羡慕啊 是啊 老先生,您是怎么保养身体的 可以告诉我们秘诀吗 秘诀? 嗯,我想吃素放生就是健康长寿的秘诀吧 吃素放生? 是啊,不瞒你们说 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爱吃肉的 可说是无肉不欢呢 那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鸭鱼肉 每次和朋友聚餐时 我一定会点各式各样的荤菜 几位先生,你们想吃点什么呢? 嗯,红烧肉是一定要有的 糖醋鲤鱼也不能少 对呀,还有烧鸡 小庄最喜欢吃的了 也要来一只 小庄啊,没有肉简直活不下去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这样才是最痛快的嘛 对对,小庄说的对 我们在一起就是要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那时候我太年轻 并不知道杀生吃肉 其实是在造业 一直到了我五十多岁的时候 我长久以来造的业 开始报应在了我身上 老头子,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烧鸡啊 怎么不吃呢 唉,我的肚子最近老是隐隐作痛 一点胃口都没有 要不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嗯,好啊 从那时起 各式各样的病痛便缠上了我 搞得我苦不堪言 而且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没办法治愈 接下来的日子 我便一直生活在病痛中 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天哪,我的身体竟然遭到了这种地步 老头子,没事的 有病我们就医 你会好起来的 好痛,我的肚子好痛啊 痛死我了 老头子,好点了没有 哎,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啊 吃药都吃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竟然没有比较好 我真是受够了 老头子,你可要想开一点啊 我们明天再去医院看看吧 还去医院做什么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对我的病都没有办法 去了又有什么用啊 幸运的是,幸运的是 有一天,我的一位老朋友来看我 那时候的他已经开始学佛了 当他听完我的状况后便跟我说 我的病其实是因果病 哎呀,十几年没见 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啊 别提了 这几个月来,我一身的病 而且治也治不好 我真是受够病痛的折磨了 小庄,你这是因果病啊 只靠打针吃药哪里能治得好呢 什么,因果病 什么是因果病 我跟你说 我学佛了以后 渐渐明白了因果报应的道理 你想想 你年轻的时候 吃了那么多的生灵 那些生灵怎么会轻易放过你呢 他们这是来找你报仇了 啊,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这一身病是因为过去杀生吃肉 而遭到了果报 嗯,正是这样 当初你不是也很喜欢吃肉吗 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很健康啊 其实我前几年也是这里痛那里痛的 后来多亏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姐 她说我这是因果病 是曾经杀生吃肉而遭到的果报 于是我便跟着那位师姐 一起学佛 吃素放生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我 才会是健健康康的 是吗 这么说 我只要也吃素放生 那我的身体也会好起来的吗 是的 我那位朋友的话让我有些心动 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 只要吃素放生就能让身体康复 直到那一天 我在市场上看到了一个卖猴子的猎人 老头子 你怎么突然想要来市场走走了呢 我的老朋友不是说了吗 吃素放生就能让我的病好起来 所以我来这里看看 想买几条鱼去放生 你真的相信你朋友的话 我是有些半信半疑 但我想试一试 嗯 那我们就买几条鱼去放生吧 那是什么叫声 听起来好凄惨啊 是啊 应该是动物的叫声吧 有没有人要买猴子啊 我刚在山上抓到的 山上的野猴子 在这附近还挺少见的 是啊 不过买猴子要做什么啊 你们可以买回去吃啊 你们谁要啊 要的话我现场帮你宰杀 别叫了 别叫了 吵死人了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只猴子哀怨祈求的目光 它似乎是在向我求救 于是我便决定救下那只可怜的猴子 那只猴子实在太可怜了 不如我们就买下它放生吧 好啊 不知道那只猴子要多少钱 先生 你的猴子要卖多少钱啊 五千块 啊 怎么这么贵 五千块已经很便宜了 你们知道吗 在餐馆里猴脑可是很名贵的菜 一份猴脑就要好几千呢 是啊 而且生吃猴脑的方式非常残忍 听说是将猴子的头顶 从桌子中间的小洞伸出 并用金属孤住 然后再用小铁锤将它的头盖骨敲开 挖脑来吃 啊 怎么有这么残忍的吃法啊 是啊 如果猴子落入那些人手里的话 就惨了 要是你们觉得很可怜 那就将它买下来好了 好 这只猴子我买了 老头子 你该不会真的想买下这只猴子吧 那可要花五千块钱呢 没关系的 既然我发愿要吃素放生 那就从这只猴子开始吧 就这样 我花了五千块钱买下了那只猴子 说来也怪 那只猴子跟了我后也不挣扎也不哀嚎了 于是我便将它带到山林里去放生 好了大叔 这只猴子是你的了 你不会真的要将它放掉吧 没错 我要将它放生 我劝你以后也别再做这种杀生造业的事了 否则果报迟早会降临到你身上的 你看 那只猴子竟然变得这么听话 毫不挣扎地跟着大叔走了 是啊 看来猴子也知道大叔是来救他的 小猴子 你自由了 赶快走吧 哎呀 老头子 他真实在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吧 是的 真没想到猴子也这么有人性 是啊 现在我明白了 世上的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而我过去 却将它们当成了食物 真是太不应该了 从那以后 我只要在市场上看到被叫卖的动物 便会在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下买来放生 我这样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年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家里也平平安安的 老先生 您说的没错 您现在平安幸福的生活 都来自于放生的功德啊 是啊 壮老先生 您坚持吃素放生二十多年来 不知拯救了多少的生灵 能如此健康长寿 那都是您的福报啊 哪里的话 我认为大家同是悟命 这样做本就是应该的 从没想过要得到什么福报的 嗯 我认为您的福报 我认为您的福报